嗨 大家好 我是芬芬妹 各位老铁们能帮忙点击一下我的订阅小铃铛 选择全部接受好吗 芬芬妹在这里感谢所有支持的粉丝们 谢谢你们啦 今天呢 芬芬妹为大家讲一个 用你老婆给我生孩子的故事 名字叫做致命礼物 西蒙和罗宾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因为工作需要 小两口来到了加州生活 他们看中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 窗外的风景很美 两个人都非常开心 购买家具的时候 一个男人上前打起了招呼 说是西蒙的高中同学哥多 哥多很热情 西蒙却只是逢场作戏 跟妻子说 我压根就想不起这家伙到底是谁 可罗宾第二天就在门口 发现了一瓶红酒和一张卡片 卡片表示了礼物的来历是哥多送的 接着在西蒙上班的时候 哥多再次拜访 还拿了些实用的小礼物 俗话说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于是罗宾就把他请进家里 还留下吃了晚餐 餐桌上哥多聊起了很多 西蒙当年学校的英雄事迹 而西蒙则表现得很是敷衍 明显保持着距离 他非常反感 哥多的主动嗜好 于是妻子安慰他 以后不要再来访就是了 可没想到 在参加完公司的聚会后 他们又在门口 发现了一张卡片和一盒鱼石 而门前的水池里 不但装满了水 还多了几条锦礼 这又是来自哥多的礼物 西蒙有些烦躁 他不喜欢别人 强行介入自己的生活 妻子却觉得 哥多热情友善 是个不错的朋友 西蒙则让妻子不要大意 巫师献殷勤 肥肩即到 接着 他似乎想起了当年的往事 说上学的时候 哥多就很古怪 还随手把怪人哥多 写在了冰箱的便签上 说大家都这么叫他 隔天 哥多再次拜访 在帮忙装好了电视后 两人看了会儿 纷纷妹的视频 随后 哥多随手去倒垃圾 结果 看到了冰箱上的那句话 于是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罗宾觉得很是尴尬 西蒙却觉得 是件好事 说不定 哥多从此 就不再打扰他们了 结果 没过几个小时 哥多就打电话 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 朋友都说 最好别去 小心上了他的当 又上了他的床啊 但西蒙最后 还是决定赴约 他想趁此机会 把这段友谊 画成句号 结果去了之后 夫妻俩傻眼了 哥多居然是个 隐形的大富豪 说话的别墅 差点亮下了 他们的狗眼 在聊了一会儿后 哥多有事 要离开几分钟 但他刚走 西蒙就在背后 说起了坏话 本以为 哥多和他们套近乎 是为了求财 但既然 他这么有钱 那就是求色了 他认为 哥多可能是 看上了罗宾 所以每次拜访 都是他一个人 在家的时候 然后 还很不礼貌的 在哥多的家里 翻了起来 发现了女人的衣物 和孩子的玩具 但此前 哥多却说 自己是单身 这时 哥多回来了 两人急忙回到客厅 西蒙对哥多的职业 表示好奇 哥多犹豫之后说 他刚才出去 就是和前妻见面 妻子刚刚离开他 还带走了两个孩子 连现在的房子 都是前妻的 在得知 原来哥多是个吃软饭的后 西蒙支开了妻子和哥多摊牌 让他以后不要再来打扰他们 本以为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没想到 这天 罗宾跑步回家后 发现水池里的鱼 全部死了 家里的宠物狗 也不见了踪影 西蒙怀疑是哥多的抱负 愤怒地跑去找他算账 开门的 却是另一对夫妻 在报警之后 他们才知道 原来别墅的主人 是租车公司的老板 他租了一辆车给哥多 所以哥多 可以从车户进入别墅 并且知道屋主 是在外出门度假 虽然警察 能够强行查出 哥多的下落 但死鱼和丢狗的事情 却没有证据 于是 这件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哥多的身份和动机 却更加让人感到迷惑 一系列的变故后 罗宾的抑郁症复发了 他瞒着丈夫 偷偷地服药 晚上 门外传了响动 失踪几天的宠物狗 竟然回来了 接着 他又收到了 哥多的一封信 说为那天晚上的事情 感到抱歉 最后 还专门提到 经过这么多年 过去的事情 他就会既往不咎 这不禁让敏感的罗宾 起了疑心 难道丈夫和哥多之间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但西蒙却说 他也不知道 是什么意思 说哥多就是个怪人 让罗宾忘了这一切 但罗宾却被这些事情困扰 不仅患上了失眠症 还总感觉 哥多时常出现在家里 而且更严重的是 这天在喝下冰箱里的饮料后 罗宾又听到家里有响动 结果查看的时候 竟然昏倒了 醒来后 罗宾发现 自己躺在床上 西蒙说 昨晚回来时 他就已经睡着了 并且发现了罗宾服药的事情 但罗宾根本没有理会 丈夫的质问 而是让他打电话给哥多 跟他和好 他感觉 这一切的反常 都是因为丈夫 惹到了哥多 但西蒙却说 这些都是妻子的幻想 过段时间就好了 没多久 罗宾发现自己怀孕了 事情似乎 真的开始好转起来 但随即在商场的时候 朋友说 外面有一个人 一直在看着他 罗宾赶紧出门查看 果然是哥多 然后在亲友们 前来祝福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 问西蒙的妹妹 打听哥多的事情 妹妹说 这在当年 可是一件大事 那时候 传闻哥多是个同性恋 有一次在车里 被人猥亵时 被西蒙和 另一个同学发现了 于是 西蒙就把这件事 给捅了出去 结果没多久 哥多就被学校劝退了 让罗宾 非常吃惊 因为这些事情 西蒙应该都知道 但他却从来没有意思表露 于是 在西蒙上班的时候 他打开了西蒙的私人抽屉 发现 原来西蒙 早就调查了哥多 档案里 全部都是哥多的资料 在找到当年的 另一位当事人同学后 罗宾 终于知道了真相 原来西蒙以前 根本就是个校园恶霸 只要看谁不顺眼 他就整谁 关于哥多同性恋 和猥亵的事情 全部都是他一手编造的谎言 但这个谎言 却让哥多差点被父亲打死 哥多的父亲 也因此坐了牢 声名扫地的哥多 就此一蹶不振 穷困潦倒 可以说 哥多的一辈子 就这样被西蒙的谣言给毁了 罗宾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 竟然是个人渣 回到家后 和他大吵了一架 让他必须给哥多道歉 但西蒙 却丝毫没有觉得自己有错 不但不对哥多的遭遇 感到同情 反而认为是他自己没用 在挨了罗宾一记愤怒的耳光后 西蒙软了 他只好找到了哥多 敷衍了事地说出了那句 迟来的抱歉 然而 哥多并没有接受 说为时已晚 而且西蒙的道歉 也毫无诚意 西蒙被哥多的无视刺激地 暴跳如雷 一脚踹到了哥多 把他的头死死地压在地上 强迫他接受道歉 回家后西蒙说哥多接受了道歉 一切都过去了 隔天晚上 西蒙的家里举行派对 亲和自己获得了生殖 正在起哄的时候 突然玻璃被砸 把他家吓了一跳 西蒙立刻追了出去 抓住了歹徒 结果这家伙并不是哥多 而是曾经和他竞争职位的同事 同事愤怒地叫骂 说西蒙为了获得生殖 故意捣鬼 编造他的谎言 从而害他丢了工作 正在此时 罗宾突然有了临产征兆 被送进医院后 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小宝宝 西蒙正开心地跟宝宝打招呼 上司的电话来了 说公司知道了同事的事情 是被诬陷的 西蒙被解雇了 而回到病房后 罗宾也因为对丈夫人品的失望 表示暂时不想和他一起回家 独自回家的西蒙 在门口发现了一个大礼包 是一辆婴儿车 里面还有三个写着顺序的礼物 第一件是西蒙家的钥匙 也就是说 哥多可以随意在家里进出 难怪前面罗宾总感觉家里 有哥多的身影 第二个礼物是盘CD 录音里是西蒙在哥多家里 说哥多坏话的内容 表示哥多知道 西蒙一直都是死性不改 此时哥多来到医院 给罗宾送上鲜花 说是来祝贺他的 在看到哥多脸上的伤痕 和手臂的绷带后 罗宾知道西蒙并没有道歉 而是打了哥多 这时西蒙打开了第三个礼物 是一张光盘 视频里 罗宾在家中昏倒后 被一个戴着猴子面具的人 拖进了屋室 猴子面具抚摸着罗宾 还向西蒙打招呼 很显然 这个家伙就是哥多 随后画面就戛然而止 让西蒙的心里 就像猫抓一样 不知道后面 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他立刻赶到医院 结果病床是空的 接着哥多打来电话 问他 视频里的事情 要不要告诉罗宾 西蒙求他不要说 哥多失笑了 求我 哼 你真正想要知道的 是让我告诉你 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是吧 好吧 我没有碰他 西蒙的眼睛 一下亮了起来 然而 哥多紧接着一句 但或许我碰了他 瞬间让西蒙的眼睛 暗了下去 哥多说 做还是没做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就让这成为你心中的一个念想吧 最后 他让西蒙去看看孩子的眼睛 说真相都在眼睛里 西蒙跑上楼去 看到罗宾正在育儿食里 他看下孩子的眼睛 孩子也看向他 西蒙无力的蹲下 哭了起来 在走廊的尽头 哥多默默的看着这一切 在品尝完抱负的快感后 他转身离开 解开了手上的绷带 原来这一切都是做给罗宾看的 故事结束 看完影片后 纷纷媚绝的吧 在这部电影里 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 戛然而止的视频 将成为西蒙心中 一道永远的伤疤 因为 如果知道了哥多做没做 事情反而简单 但就是因为不知道 他就会一直去想 一直去猜 这种非暴力报复 不亚于杀人猪心呀